在上集我們提到啊 台灣雖然被稱為世界光碟王國 問題是啊 沒想到光碟價格一路崩盤 台灣廠商再怎麼拚命出貨 也只是幫人打工喔 大家好我是傑七 歡迎來到專利洞察 這個頻道原本只是想輕鬆分享一些以前學專利時聽到的故事 和一些經典的專利戰喔 沒想到這麼多人感興趣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訂閱跟支持喔 時間回到1990到2000年代初 那也是一段美好的光碟年代 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約台燒路器 走路都有風喔 先從ID介面開始用 後來更進階的玩家還會升級成Skassi介面的燒路器 就為了那更快更穩 更不容易失敗的一刻喔 當時還有CDRW 就是內容可以重複插寫的光碟 現在看起來普通啊 可在那個年代等於你手上有一片可以無限重來的行動硬碟 後來更誇張的是啊 各大廠商還曾經推出光碟片 你不只可以燒內容 還可以直接用燒路器在光碟表面上刻上照片、文字、圖案 有點像現在的客製畫周邊喔 但那時候是很稀有的 不得不說啊 光碟蓬勃的同時 也確實助長了盜版文化喔 為了防盜版 那時候的遊戲光碟還有各種花式防盜考技術喔 那真的是台灣光碟的黃金年代 誰都沒想到啊 一場專利風暴正悄悄逼近 而這場風暴最後會讓國塑成為第一個站出來反擊的台灣產商喔 2002年 國塑決定賭上一切 正式向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 要求對菲利普的關鍵CDR專利啟動強制授權 那到底什麼是強制授權喔 我們常說專利可以保護發明 但其實專利不是一張你說了算的無敵黑卡 專利給發明人的是排他權 也就是別人不能擅自用你的發明 政府這麼做啊 是希望鼓勵大家願意研發 技術公開 避免重複研究 那這個排他權它不是絕對的喔 因為你擁有專利啊 不代表你就可以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甚至用來卡別人或阻礙公益 那為什麼需要強制授權 簡單說啊 強制授權是政府用來防止專利被濫用 或阻礙公共利益的保護機制 如果有專利權人它就是不讓別人使用技術 設定過高的權力經 壟斷 不肯授權 使某項技術無法造福社會 例如救命藥 政府就可以介入啊 讓別人在合理條件下使用該專利 這不是搶專利也不是免費拿喔 而是透過政府裁定 可以使用 但要給專利權能合理對價補償金 也就是暫時中斷專利的排他性 強制授權的核心目的啊 是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專利權應該受到尊重 但不能造成技術被壟斷 產業無法運作 公眾無法得到需要的產品 市場無法維持公平競爭 所以強制授權是一種不得已食材使用的緊急機制 換句話說 平常的專利戰啊 頂多是拳打腳踢輸送來往 但強制授權啊 就直接掏出一個核彈放在桌上 意思是 要嘛妥協 要嘛我們一起玩大的喔 1995年WTO成立後啊 強制授權被列入Trips協議 Trips是什麼? 它是WTO底下 專門規範智慧財產權的國際條約 幾乎是全球通行的遊戲規則 所有會員國都得遵守喔 台灣在2002年1月1日正式加入WTO 各國都有強制授權的規定啊 但都用得非常保守 食物上真正核准的案例非常少 而且大多用在醫藥品上 例如愛滋病用藥 癌症藥等等 因為這些攸關生命健康啊 不處理會造成嚴重後果 光得強制授權這種IT產業領域的案例啊 真的非常罕見 當時92年版的專利法其實有講清楚 政府在三種情況下可以核准強制授權 第一種國家真的出大勢籠 像是爆發大疫情 發生戰爭 或是某些物質突然嚴重短缺 這種等級的緊急狀況啊 政府就可以直接介入 第二種 為了公益 而且是非營利的使用 簡單說就是用在醫療 救災 公共服務這種大家都受惠 不是拿來賺錢的用途 第三種 已經跟專利權能談過 但真的談不容 意思就是啊 我願意付費買授權 你卻不賣 或是開一個完全不合理的天價 這種情況下啊 政府也可以出手 2004年7月 一則震撼台灣科技圈的消息出現了 智慧財產局正式宣布 國塑的強制授權申請 核准了 智慧局當時看到的情況是這樣的 國塑不是沒去談 也不是想省錢硬闖 他們有去跟國際專利持有人協商 我們願意照規矩付錢 能不能給我們合理授權 但談了很久 提了一些條件還是談不成 所以智慧局看了國塑提交的協商紀錄後啊 結論是 你們已經用合理方式談過 也談了一段時間 確實無法取得授權 這符合強制授權的法律要建 因此 智慧局才按下了核准 智慧局一宣布核准國塑的強制授權啊 短短幾天內 國際社會的反應就像海嘯一樣湧來喔 最先跳出來的當然是歐盟 為什麼 因為菲利普是荷蘭公司 這等於是直接打歐盟的臉喔 歐盟馬上表態 這案子要列為需要密切關注的貿易問題 並且要台灣說明清楚 甚至不排除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序 指控台灣違反Trips協定喔 Trips對強制授權的規範很嚴格 特別強調 授權前必須先充碰協商 必須具備正當理由 例如公共利益 必須給予權利人合理補償 歐盟認為啊 因為光碟不是醫藥品 也沒有涉及國家安全 你必須證明你的強制授權 符合Trips條管的規範喔 Felib對強制授權的決定當然不符 於是向法院提出救濟 而真正的轉折啊 發生在2008年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做出了一個關鍵判決 撤銷了智慧局當初的強制授權決定喔 法院的說法其實很直接 國塑到底有沒有真的拿出合理的商業條件去談 而且那段協商期間啊 是否真的達到相當的時間 卻還是談不成 但從這些資料啊 還看不出來國塑真的在相當期間內 反覆、積極、具體的以合理條件去談 就說談不攏 證據率不足喔 來翻譯一下法院的態度喔 你覺得權力金太高 授權條件你不爽 你可以談 可以去公平會告壟斷喔 但要走專利強制授權 證據必須非常紮實 證明你真的端出來合理條件談了很久 對方又死不鬆口 政府才有正當性出手喔 也就是說 強制授權應該作為政府的最後手段 而不是在這種情況拿來當作業者殺價的工具喔 這一盤下來啊 等於把智慧局的決定推翻 國塑最後還是失去了法律保護 智慧局面對這種結果 選擇不上訴 讓案件就此定驗喔 為什麼國際反彈這麼兇 原因不是那麼簡單 你看到的是台灣的強制授權案 但歐盟看到的卻是全球制裁權秩序的未來風暴喔 歐盟最害怕的其實是啊 萬一台灣這麼做沒有被制衡 那中國呢 印度呢 甚至其他信心市場呢 他們會不會也用同樣理由直接開啟強制授權 而這兩個國家啊 恰恰是全球最大的製造基地 想像一下喔 如果中國或印度宣布 我們認為授權金太高 只好強制授權 那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全球無助產品的專利價值可能瞬間蒸發喔 全球貿易秩序會直接被翻桌 法國企業投入研發的誘因蕊會重傷喔 所以歐盟的焦慮不是台灣 而是不能讓這個先例發生 不然整個TRIX制裁權保護機制都要被打穿喔 這就是為什麼歐盟會如此強烈反彈 甚至考慮要在WTO啟動爭端解決程序喔 這場震撼全球的強制授權核彈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簡單說台灣沒有因此翻盤 國塑也沒有因此成為贏家 對整個產業而言啊 這意義帶來的啟示非常清楚 強制授權不是萬靈丹喔 它能暫時打開一道縫 但長期效果有限 還可能引來國際政治與貿易的反撲 沒有專利在手 再大的產能都只是在別人的規則裡掙扎 專利全能握著遊戲規則書 你再會做也只能在框架內求生 這樣真正翻身 只能從代工走向創新 掌握核心技術 自己寫規則喔 所以你看 國塑按下了這顆強制授權核彈 雖然一度像煙火般照亮夜空震撼世界 卻沒有真正擊中敵人 也沒有扭轉局勢 國際專利秩序依然如同巨大的天網 緊緊籠罩著產業喔 而光碟市場也在快速轉移 CDR的舞台燈光建案 前方DVD 藍光的新戰場已經點亮 面對國際專利池更強勢的壓力 加上越來越多的跨國訴訟 這個噩夢還沒醒來 我是杰琪 如果你覺得影片不錯 可以幫我按個讚 掰